民进党全代会党职改选 掀起了2026市长选举的前哨战 实习中常委当中 就有三席是台南的立委 包括赖系子弟兵林俊宪 被政府会除名的陈廷飞 还有勇言会的王定宇 挤进中常委 确保参选台南市长的话语权 而赖清德在昨天全代会上 大谈建立台湾主体性的国家认同 今天接见外宾时 也在强调台海问题的重要性 高哲夫处长出了大力推动 台欧盟经贸关系 也积极提升欧盟对台湾 以及对台海情势的关注 班首欧洲经贸办事处处长 高哲夫大受警星宣章 总统赖清德在谈台海问题的重要性 前一天民进党全代会上 更华大篇幅谈国家认同 生活在台湾2300万人 是一个命运我们共同退国家政党 全代会后党权力核心也重新洗牌 由于挑战台南市长 在地立委陈廷飞呈大赢家 挤身中常委指导决策权 台南会看淹水状况 陈廷飞请跑地方脚步没停 确保2026参战台南市长 华宇全实习中常委 中光台南就有三名立委 除了陈廷飞还有赖系子弟兵 林郑县以及要升第二大派系 有言会的王定宇三人终有一战 赖总统是一项尊重制度的人 也是尊重民主的人 他自己在2019年也跟小英总统 也初选过总统 尊重初选机制的人 绝对不会有人家说传出 台南兵强马壮 更多的台南的不管是明代或子弟 进到中常会 对台南来讲是一件好事情 中常委英系也保住两席台北市长选战 恐怕不缺席 王世坚被拱参选北市呼声高 有望对决新潮流的吴思瑶 王世坚委员他不管是在地方的经营 或是在问证上当然都有他的卓越之处 那我想世坚委员这是很好的人选 那只要党决定了 那我们都会全力以赴 民进党党职改选先2026前哨战 党内选举战将较力逐渐扶上台面 记者黄父亲女性们张远杰杨岳达 台南台北综合报道